如果大家想着下年去东京奥运看场地单车比赛 除了撑起港队之外,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他 他就是来自香港的国际裁判余家乐水哥 2020年东京奥运场地单车项目的赛事经理 作为协助筹办全球体坛电铜级城市单车项目的第一位香港人 又怎样看这次难得的机会呢 我想奥运是每个人的梦想 对我单车的生涯来说 很多单车的国际赛事 世界杯或世界錦标赛我都做过 唯一就是奥运会就没做过 对我来说真的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我们其实做大型运动会 其实是需要和很多其他不同的部门去合作 无论是衣食住行、交通、甚至赞助商、制服等 其实这个经验将来如果可以带回香港 无论是单车比赛的发展上面 或者是其他的体育项目 将来如果我们香港再教一些大型的国际赛事的话 就可以更加教得有水平 令到全世界都对香港人的组织能力是会很触目的 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大概95%以上 其实那些人都不懂得说英文 他们都是由政府或大企业借调过来的 每天那些日常的文书处理、电邮、沟通 全部都是日文 我每天都花了一两个小时 在那些翻译软件上去做人肉翻译 就是这样 当年因为单车参加的人数不太多 包括参与裁判工作和培训裁判工作的人 其实我们都很不足够 变成我们组织比赛的水平都相对很低 有见及此我觉得我可否自己去学多些 一旦我考上了国际财富 我就可以有很多经验 很多机会去担任不同的国际赛事 直至吸收了这些经验之后 我可以带回香港 可以令到我们香港组织比赛的能力 和Sporting Control去体育监管上可以做得更好 今次东京奥运会 第一个香港人可以做到单车组织的比赛工作 其实我们香港队也有点突破 我们虽然今次少了参与的运动项目 但我们反而在个别场地项目上 水平提高了很多 希望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有人去组织奥运的工作 亦希望第一次可以取得金牌